那接下来我就想要透过曾经我做过的一个分类 来去看一下各类的食品 我们不是有FA,FB,FC,FD,FE 那我就会很有兴趣想要知道说 那个各年各年这些食品呢 它的一个不合格率 有没有一些什么变动 这是我个人 因为我不晓得你们会怎么样去分析 但是对于一些像什么牛肉 不是有很多产地 对不对 那我们可能就会针对一些 例如说肉类的食品 我们会去例如说怎么样的一个抽业 还有药品 药品像那个很多化妆品 那个韩系的化妆品 我们先来看一下 食品分类 因为其实我也不晓得那个 FA 这边看到FA大概就是什么 冷冻牛肉啊 那FB呢 是什么水产品海鲜类的吧 FC大概是冷冻水果 然后FD大概是一些其他蔬果 古物什么蔬果 F大概就只有这几类 那我们来看一看哦 我不晓得您会不会觉得很好奇说 那哪一类的食品是我们检验的重点 类似这样子 就是当我看到资料的时候 那我当然会去想说 我是不是抽检的比例 比例我会先设一下 那哪些 例如说冷冻 新不新鲜 是不是我的一个检验的一个重点 之类的 那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做这一件事情 所以呢 我们点选这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这边 我已经做了产品的组分类嘛 那也有这边有产品的中分类 所以请建立阶层关系 这个Hirarchy的关系 然后接下来我就把产品中分类搬到产品主类别 然后我就直接叫做那个输入食物类别好了 输入食物类别 你自己选 你叫那个食物类别都可以 然后点选OK 那重点是我要把这个输入食品类别搬过来 例如说搬到来 那你看一下当我点选 当我点选这个食品主类 然后再点这个加 是不是它就会产生什么 第一个OR转成横向 转成横向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Hirarchy里面又有分什么 冷冻牛肉 然后冷冻那个什么 牛肉罐头啊什么之类 好 我们先只看产品的主类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看那个检验批数 检验批数 然后去画出一个圆形图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我去看那个比例 看比例 所以我就用圆形图 然后放到最大 好 那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我还是希望呈现说 那个产品的组类 所以我就把这个 这个产品组类放到 Label这个地方 我就可以看到说 有FA FB FC FD F1 哎天哪 怎么还会出现总计呢 总计是不是不要出现 所以我们应该把总计给 filter掉 为什么会出现总计呢 为什么会出现总计呢 因为刚刚我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有做那个 呃 产品的 就是我用 left的函字来去取嘛 那如果 如果现有的资料里面 真的有总计 好 可以把它给 以 呃 过滤掉 所以我们 在这个地方 把产品组类 产品组类 教你们一招 就是 现在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产品组类 Ctrl键按住哦 搬到filter 这个意思代表说什么 我这里 要使用mark 产品组类 当做mark 然后 我filter也要使用产品组类 所以请把总计关掉 OK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以我 以我来去观看的话 我就会知道说 哦 FD FD 它实际上 在我们的 就是 检验批数中 比例是最高的 哦 就是 假设我们今天有 100个检验好了 好 然后 我针对FD 我会做的一个 检验的比例哦 50 就是我遇到那个 FD的 呃 产品的 输入食品进口的话 我两 两笔 其中有一笔 我就会去检验了 那FD是哪一种类型的 我想你们应该会比我还清楚吧 FD是哪一种 它是属于那种饼干啦 然后调制蔬果 还有糖果 乳制品 乳制品 好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了 我们把工作表名称改一下 例如说 就改成 各类 输入食品 各类食品 检验批数统计 yes 的 又喝水 就介绍了